王阳明说,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对的环境越是糟糕,越要守住内心,静转心不转,这是练心之道,当你身在夹缝中,遭人无端冷落,轻贱,嘲弄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式不是沟通,也不是义愤填膺,而是跟着莫言做到这两件事。 听国学故事,知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订阅一记说,直接无视,不做纠缠,这个世界很残酷,不是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当世界以痛苦在你身上加成,你要做的不是自怨自艾,也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笑着对世界说,没关系。 莫言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勉强你做什么,也没有人能阻止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不尊重你的人,我们只是看透了,又不是活透了,无视和远离就好。 在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中,乔思美最终选择与七成刚离婚,并且这个决定代表着她停止与她纠缠的行为,七成刚展现出对道德的末世,与其他女性骄扰不清,一开始,乔思美并没有考虑离婚,她与七成刚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原谅和劝说, 但最终却只得到七成刚的嚣张和轻视作为丈夫,她根本不尊重乔思美作为男性,她压根不尊重女性,由于种种原因,乔思美不再听取七成刚的任何解释,无视她的借口,也不质问她为何不断伤害自己,她停止了与七成刚的纠缠,摆脱了一个品质低劣的男人,这个选择是在经历了痛苦后的觉醒,她得到的只是七成刚肆无忌惮的行为, 从那以后,她彻底告别了与七成刚相关的一切,与这样的人纠缠,只会消耗自身经历,对生活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当一个人不尊重你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直接无视对方的行为,不要与其过多纠缠。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忍气吞声,而是要冷静地权衡利弊,并采取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离开现场或保持沉默,不要让对方的行为影响我们的判断力,直接无视对方的行为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的保护。 如果过于在意别人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很可能会因为思维的惯性而逐渐失去自我,让对方更加不在意我们,让自己陷入更多的烦恼之中,丧失生活的品质。 因此,远离不尊重你的人,就是让自己远离烦恼和负面情绪。 著名的野牛定律也说出了相同的道理,野牛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它们的角力让狮子、老虎都畏惧,但是它们却对小小的吸血营无可奈何,吸血营专门咬野牛的小腿,受痛的野牛会因为无法驱赶文营而奔跑,发狂乱窜,最后脱力而死。 野牛的悲剧不是因为力量悬殊,而是因为它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摆脱不了令它厌烦的文营,最后被它们拖累。 在现实生活里,不尊重你的人就像吸血营,你越是发怒,它们越是得意,你越是急切地想要从它们那边获得尊重,越是会遭遇打击,人性就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你看我不顺眼,我还看你不顺心的底气,对于不舒服的关系趁早断绝,对于不尊重自己的人,不要争辩,要远离,在与人交往中,遇到不尊重你的人,回应可能会挽回你的尊严和面子。 然而,与不尊重你的人沟通交流,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有时还会引起不必要的争吵和矛盾,反而让自己更加没有面子,丢失尊严,每个人的眼界和认知都自带自己的偏见,而我们无视远离这样的人,沉默是最好的回击。 当你淡然一笑,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安然自若地做你自己,反而把这些不尊重你的人看低,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只能伤害他们自己,也让身边人看清他们的为人。 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更不必让别人的言语和行为伤害自己。 莫言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不必在意别人,更不要跟谁解释你自己,过度关注别人的态度,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别人的圈套里,被别人的态度打击到自己,是我们自己的损失。 对待不尊重我们的人,收起我们的大方,不与他争辩和交流。 就是对他最好的鄙视,保持我们内心的安宁,才是活得明白通透,无视不尊重我们的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一份睿智的回击。 专注生活,改善自己。 有句老话说,走为上策。 在人群里,遇到不尊重自己的人,为了避免自己的情绪被感染,甚至被带偏,我们需要远离这样的人和人群,保持清醒的情绪,平静的心态,才是维护自尊和自信最好的方式。 远离是避免自己陷入别人的情绪波动里,造成我们爆发愤怒的心情,也避免纷争的升级,让自己远离毫无意义的争辩。 天道理,丁元英被面管老板说,这么大人白吃饭不干活时,他只是默默低头吃饭,不再回答老板的任何问话,这就是最好的回击。 如果丁元英跟老板争辩,自己咋就白吃饭不干活了,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面子,在不尊重自己的人面前,学会保护自己,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的成长和追求,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做自己就好。 当我们无视远离这些负面的态度和评价时,就能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加专注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有时间。 也有机会让自己遇到更好,彼此尊重的人,并与之共同进步,相互勉励,一起成长进步。 反之,那些被不尊重自己的人影响了情绪,也消极了态度,纠结在玻璃心中,也就失去了沉淀自己,提升自己的时间和机遇。 所以说,遇到不尊重你的人,无视远离是最佳方式,更为明智的做法是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对方不尊重你,内心深处对你全盘否定,认为你一无是处,而且对他们来说,你并不能构成任何威胁,所以他们会毫不顾忌地蔑视你。 我们可能会感到委屈,愤怒,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然而,与对方直接冲突,只会证明我们的莽撞和无谋,要有效地推翻对方的判断。 最好的方法是把注意力专注在自己长远的发展上,而不是一味地发泄口舌之快,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关心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对我们心理的影响,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和成长来回击那些不尊重我们的人。 当我们变得更加自信和有实力时,那些人必然会感到担忧,甚至后悔过去的行为。 而且,当我们变得更加强大之后,我们也不会再因为这些卑劣的事情而感到忧虑和困扰,因为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这些琐事会变得微不足道,尊重并不仅仅依赖于他人的给予,更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 世经中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穷居,诽报也,勇以为好也,人和人之间相处,靠的不是容忍,靠的是相互尊重,讲的是礼上往来,对你投桃报礼的人,你跟他亲近,对你恶语相向的人,你也不用对他有好脸色,面对不在乎你的人,无论你多么低声下气。 委屈求全都不会换来他的半点松动,这种时候,你的隐忍和宽容只会给你带来伤害,你的不反抗和忽略只会让他更加变本加厉,因此,当内心的不满于委屈大于感情上的容忍时,付出就应该适可而止。 这世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选择的,单方面的付出与退让注定是一场悲剧的结局,别人怎么对待你并不会改变你的价值,只会影响你对自己的认知。 所以,就算有人把你捧上天,也不要膨胀,就算有人把你踩在脚下,也不要以为自己是烂泥。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靠着相互给予,互相肯定,面对泼你冷水的人要远离,不要迁就。 面对不尊重自己的人,不沟通,不交流,无视远离,是对对方最好的报复。 生活里,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就会有人说各种不好的话语,若你遇到不尊重你的人,不必跟这样的人客气, 也不必给他们面子,不必跟他们争辩,保持自己内心的平和和尊严,漠视远离,就是最好的报复。 对这样的人,收起你的大方和大度,也不必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不想搭理,也不懈争辩时,对方自然就会感受到你的不怒自危。 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的同时,该说的话也要表达出来,这样下一次,他们再想对你不尊重,或者说些不好听的话,就要想想你以前的话,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可总有人会自以为是的清高,对别人不尊重,说些别人不爱听的话,遇到这样的人。 我们只要遵循莫言的这段话去做就好,无视远离,收起你的大度,不必解释,无需争吵辩解,更不必纠结难过,直接无视远离就好。 人生一世,愿我们的人生充满喜悦,在成长的路上所欲接良人。 感谢您阅读,赞赏与分享本文。 感恩您点点订阅,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请积极参与留言,与大家一起分享。